他連不住啊 手腳不停準備餐點 才能再去周圍 慈濟志工忙進忙出 還有人取消新年旅遊計畫 就是為了來這裡 盡一份心力 要出門的那一刻 我還是很掙扎 後來我是跟我先生講 跟我媽媽講說 可不可以我就是留下了 因為這個戰難實在太大 另一邊志工不停熬煮薑湯 只是從早忙到晚 身體難免吃不消 慈濟人醫會成員就在這時 發揮即時救護的功效 那個真的是很疲勞的狀況 那我們這時候 我們中醫在這邊 就可以有很多的方法 舒緩疲勞 推拿按摩 刮痧 拯救 都可以幫上一些小麻 帶著醫療器材穿梭災區 慈濟行動醫院 為鄉親診斷打氣 同時守護救災人員健康 我們就是帶著 我們的醫療用品 那我們就各個點 我們就這樣子來服務 線上最及時的擁抱 人醫會成員士兵遊青 在有限的醫療環境中 達成助人的使命 大愛新聞珍善美之工 許紅男 梁炳青 台南報導